如果他看到這個飯店 官員說要春天是不是已經夠了 在日日月四天的雷帳家旗 台中市府來通過的官員說 越快 跟這個高官的文庄區 會聽辦公到什麼 有的市政三天都已經客辦 有民眾問到我聽說 這個辦公都很難找 洪武安不可以整理辦公 補充比拼 台中的官公 越少了 頂房率伺手攀升 這個酒吧日日月四天連假 有兩百二十八間 客榜的台中立方愛媒酒店 前三天都已經客辦 第四天也有百分之七十 越前下降 催安改進 擁擠是歡喜迎接國路的歷條 消費者是保安 一百難求 又有一些像櫻花開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目前的住房率是前三天 已經目前是客滿的狀況 在去高點餐廳 用餐的人條有完不減 台中大義老爺行旅 日日月八年家 也是前三天頂房率百分之百 收賊率來到百分之六十五 雖然已經看到市場 服所有的領域 但是入宿也沒春天是不是真的來過 也還等到今年第四個才能夠破斷 目前對經濟市場的賓國 偏向報酬 我們認為今年度這樣子一個熱度 至少應該還能維持到 今年的夏天的暑假期間 但是如果說在第四季的時候的 經貿發展的各方面 如果還是沒有辦法 能夠如疫情之前的 這麼樣蓬勃的話 其實我們相對於是趨近於保守的 延假後 中市三月份舉辦 WBC世界棒球經典賽 管理局規劃主題遊城 並會整六宿家旅宿業者 住宿及餐飲的優惠專案 持續隱刻來台中 入宿業者 虛有參半 一方面發育迎接國路的領域 一方面在想辦法改革 各項條的衝擊 台中市府是講到 連假之後三月約有WBC 世界棒球經典賽 會幾月主題越有形成 而且整理六十五間入宿業者 消費優惠出息 要來嚴守這部消費的熱頭 記者台中報讀